人夜夏日饮料店前大牌长龙 就在店员忙得不可开交之际 这一名穿着橘色上衣的妇人 在6月20号中午来到饮料店 她一来就把一袋东西放在柜台 告诉店员说给你们保平安 店员一看发现里头有现金 跟妇人说我们不能收 没想到妇人竟回说 钱是要给你们买要吃的 说完人就跑了 饮料店收到的一袋东西 就像这样里头装了四颗橘子 里面还有一叠钞票 让人一头无水 店员报警把东西全交给警方 数一数大约有一万两千元现金 来路不明的钱财和诡异的对话 不少人听到这个际遇 都觉得毛毛的 也不会收耶 不可怕哦 你可能会很害怕 就是怪怪的 妇人送的四颗橘子 和一万两千元现金 民俗说法类似过孕 趁夏至能量最高日 剥橘子皮去怀孕 拿人现金帮人消灾 随便丢纸啦 他不会有一个特定的对象 然后呢 如果有人捡走了 那基本上他就等于把他的衰运 整个过给他 一般来说都是必须要配合 所谓的生成八字 指甲头发 他只有那个用橘子 然后呢用那个包钱 是比较没有办法达成那个目的 依照民俗说法 妇人的做法是一厢情愿 无辜收到的人若还是觉得怪 民俗专家建议 去大庙拜拜烧香 把钱捐出去 最理智的做法是报警 避免日后有金钱纠纷 东森新闻梦叫入 林长董一贤 在沟雄的采访报道 在沟雄的采访报道